178没有托兰特就是骑士和火箭 骑士16年本身之所以能翻盘的很侥幸 其实那一年双方真正的实力对比 骑士已经是处于下方了 最终为什么能翻盘呢 其实这当中是有故事的 当然你也得佩服 就是什么叫真正的实力呢 不光是厂商 厂外你有一些盘外找 你可以使一些额外的手段 那也属于是你能的 省市多市 中览全局 高瞻远瞩 通过自己的各方面 综合的能量帮助团队 也不是不行 你包括勒布朗詹姆斯 其实在2016年那会儿 小球时代刚刚掀起 但是老王者呢 一直在联系当中 分量突出 所以呢 利用自己的身份 向NBA官方啊 施加了一定的压力 再结合呢 利用自己挑逗对方 德拉曼德格林 这种心态 使得格林呢 再度出招 那这样一来呢 格林就成为重视之地了 当时甚至舆论都一举倾斜 向克里夫兰骑士了 因为格林有点做得过分了嘛 你甭管说 对方是怎么做的 你已经是联系班班了 你已经之前那会儿 就已经是属于是 在一在二 如果说发现 第三次有出国主题的话 必须得收拾你了 所以 詹姆斯通过多种各样的 手段和方法吧 最终完成了一次 惊险逆袭 在结合泰鲁 当时那会儿及时辩证 压缩了凯威乐福的出场事件 而给了这个谁 结合审 给他了更多的重用了 这种辩证呢 跟2015赛季勇士队死亡无小 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处 完成了历史性的壮举 就总结赛一比三落后 最终连赢三场 但是其实呢 你真说双方之间 硬实力对比的话 其实已经打不过勇士了 16年就已经打不过 17年的话 实质上呢 17年勇士队力并莫马 如果说没有引进凯文多兰特 留下哈里森巴斯 保留他的波罗的条款 仅仅占据工资帽的500万左右 然后呢 签下肯巴沃克或者保留小子 这都是有戏的 因为他俩薪水本身就不高 市场上还有一些其他明星 上个赛季 原本勇士队 他缴的这个奢侈税 就没有说那么多 完全可以在留下巴恩室的情况之下 在额外付出奢侈税的代价 凭借突然之间 暴涨的薪水空间 再签下其他另一位明星级别运动员 你即便不签明星级别运动员 勇士队时间都站在勇士队这边 骑士队都不一定能干得过 说实话 15年败了 16年当时双方阵容相对齐整 齐队呢 打就是非常艰细 所以你要是不引进杜兰特呢 不引进杜兰特手术火箭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火箭 克里斯保罗携手战马车哈等之前已经 脚量过了 一八刀一警嘛 那个阶段就是 勇士队让了一个卡文杜兰特 一就是拿下了修士队火箭 这没有办法 这就是打不过 这卤水点豆腐 所以说一七一八呢 又能如何呢 无论是哈等还是克里斯保罗 在斯丁库里面前 那不也是手下败将吗 所以那个打不过勇士队 最终如果说他干到总监赛打骑士呢 留下哈里森巴恩斯 这么一位下个赛季 也是潜在的 20加7级别的准明星运动员 也能够干一场 跟这骑士打的话 最终胜率 你这说相对能够被更高看一点的 可能还是进这种事 因为当年的凯罗文呢 多少已经有点身在潮营心在下了 有些心愿一码了 不那么愿意继续辅佐詹姆斯 再夺什么总冠军了 再夺自己背少 老二嘛 他想当老大了 所以一七年就不引进杜兰特的话 大概率也是勇士 最终能夺冠 所以说杜兰特如果留在雷霆呢 那还是被库里拿捏嘛 其实一七年败了之后 杜兰特心里防线 已经彻底被击溃了 就是屡战屡败 自己是实在是无力再战了 再打的话 输得会更惨 杜兰特 他本身性格都非常软弱 之前输了 而且自己也是被心悦成福利击败的 下一年哪是有底气 有勇气去再打呢 再打也是输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